认识到现在大概快十个月了 谢谢各位到来 市长谢国良会晤新加坡 驻台北商务办事处代表叶伟杰一行人 谈到教育御建筑 还有水路两期观光运具 双方进行交换意见 新加坡代表处的叶代表跟团队 今天能够在我就任后 第一次造访基隆市府 我们跟新加坡真的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我说说几样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在教育方面 因为新加坡的教育非常国际化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最近不管是跟Berkeley 或者是跟Georgia Tech 都是在谈教学上面的合作 所以自然我们也希望 跟未来有机会的话 能够跟新加坡做学术上的交流 第二点就是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新加坡也是成功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城市 下一次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一定要做这个新加坡版本的 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另外就是还有一点特别就是 新加坡的绿建筑 真的做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最近有跟独发处 这个也在思考 如何在基隆的 因为现在大家谈的都是节能减碳 如何在基隆市未来的一个 建筑设计跟规划上面 放上更多的绿建筑 办事处业代表谈到 在台期间多次造访基隆及河滨岛 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 期盼未来和基隆市能够加强交流 我来台湾几年 就是来的那个基隆也是很多次 然后对基隆有一点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跟新加坡都是一样的 一个靠海的一个城市 不管是说从产业方面 还有是城市那个建设 都有很多的一些共同点 然后也觉得有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交流 那么我也很期待 在未来的这个时间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跟协市长还有基隆市 有更多的一些互动 还有一些合作 谢国良亲自会晤新加坡 驻台代表 谢国良展现代课之道 双方互赠伴手礼 期盼未来能够加强双边交流 记者黄壮明基隆报道 Amanda 老师 included 谢谢大家